拔起的大叔 正得出國的如不斷進修 可能這一生就正入涅槃 如拔起的大叔 在烈日下很快就會枯黃 所以並不是說正出國一定要經歷 七次人天 不是 他是說最多 像舍利弗 那麼在遇見 舍利弗跟穆建蓮在遇見 這個馬聖比丘的時候正出國 那15天後 這個舍利弗 舍利弗是15天後就正阿羅漢 穆建蓮是7天後就正阿羅漢 所以出國到阿羅漢 他也有時候不到半個月 有時候不到7天他就正阿羅漢 所以他不一定是說一定要七次 沒有 看你用不用功 看你的跟基層不成熟 像阿蘭 阿蘭正出國是很早就正出國了 但是一直要到佛滅 隔了幾十年 那麼隔了三十幾年 那麼他來正阿羅漢 佛滅要截大家在這個景點之前 他來正阿羅漢 所以他也並不一定是說 正出國然後正惡國 正惡國然後正三國 正出國要經過七次人天往返 然後正惡國再經過一次 不是這樣的 這個是講最多就是不一定 如果你比較 事情比較多 或是有時候你比較懶惰些 在放逸 有時候就會延遲 其實是這樣子的 但是他一定會得解答 但是他一定會到達目的地 但是時間不一定 那麼最多就是七次 因為說七次很多了 因為你升天一次就有時候幾千年 升天一次就幾千年 那你真的七次天幾萬年了 如果你懶惰現在放逸 你可能要幾萬年以後 做人不一定 做人如果彌勒菩薩來的時候 那個是八萬歲 那有時候是五萬歲 七萬歲 六萬歲 一萬歲不一定 有時候是一千歲 那我們現在是大概七十五歲 一百歲 如果以我們現在來算 那七次也要七百歲 那但是就是 如果你升天的話 那看你升哪一天 如果一般是升到倒立天 倒立天的話也要 跟人間的這個歲數來比 大概也要一千多歲 那如果七次就七千多歲了 那是一種非常 就是比較放逸一點的 聖者也有放逸的也有 但不會像彷復那種煩惱就是了 就聖者也會起煩惱 但不會像彷復那種煩惱就是了 但是一般不會這麼多次 一般不會這麼多次 他說 那麼一般會這麼多次 到底是什麼呢 比如說如進修停頓 就停起來 我們就懶惰懈在放逸了 特別是在家弟子 那佛陀時代很多在家弟子 正出國的 那你從經典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在家弟子正出國的 可能在正阿羅漢的比較少 那在家也可以正阿羅漢嗎 那麼因為他在家正出國之後 然後正二國 正三國 然後他就等同出家了 因為他淋遇了嘛 等於是會講到三國 就會正阿羅漢也有了 他比較少 非常少 所以一般在家正出國 就正出國 就正出國 那麼像這一種的 因為他那個習慣還是在家的 還有浴灘啊 還有浴灘啊 還有信任心啊 還有煩惱一樣比較多 但是他最多最多 因為他們如果是出家的 這個人就比較快 那麼在家的就是他正出國 然後再來的時候 升到天上 他一樣是過那一種預熱的生活 再來人間可能還是在家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比較慢了 氣勢是這樣的 那因為在家他是 正出國的都不是 都是偶爾去聽佛說法 一過去的善根 欸 斷了反了 所以他那種習慣性 比較沒那麼強 氣勢是這樣 但是他也有可能 那麼就 雖然是在家也有可能就正阿羅漢 因為他等下我們講到三國的時候會再講 他就正了之後他就覺得 因為他靈異他就要過出家的生活了 等下講到三國之後再來講 那他現在講說 所以他說 照家弟子們為家庭職業生活所類 你有父母要照顧 有子女要照顧 有先生 有先生或有太太要照顧 那你又不能放著 又放不下 所以那或是有一些人 他公司有幾百個員工 他也放不下 那麼所以這一些叫做家庭職業生活所類 那有些是為國家要需要他 那麼他有些也放不下 就變成是這樣了 所以他就會停頓 他就會停頓 那煩惱也會 雖然是這樣 但是煩惱也是會萎縮 因為根本斷掉了 就算他停頓了 那麼煩惱就像樹根拔起來 也是漸漸會萎縮 那這個 如果你繼續努力休閒 或是你真的出國就出家休閒 佛弟子也很多是這樣的 聽佛說法之後 哇 歡喜啦 見法 執法 馬上隨佛出家 你就看到案件裡面很多這種的 但有一些是 因為大副長者嘛 他也不是說要出家就出家 那有一些就是 聽了 正出國了 馬上隨佛出家 沒有多久就鎮他的玩 那有些是正出國了 他還要很多家庭還很大 他回去還要精明實驗 忙這一些他沒辦法休閒 沒有那麼辦法用功休閒 所以就停頓下來 其實講的是這個 所以他講很快會斷見的 煩惱充其樣也只為止七反生死 這個是出國 出國七反生死 那俄國還沒還沒講 所以贈得出國的 我雖可能有隔音之明 但絕不像凡夫一樣 今天我們照來講一下隔音之明 因為尤其是我們最近 我們佛教界裡面很喜歡講隔音之明 凡夫有隔音之明 因為你現在知道要休閒 再來你就不知道要休閒 你可能就照惡悅多三二道 所以弄得大家都非常害怕 下輩子有隔音之明 那麼就這個 這個可能會照惡悅多二道 其實你只要好好的訓習佛法 你不用擔心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是隨著信念 習慶跟練力來的 我問你 你知道你的前世嗎 你知道嗎 不知道嗎 一樣有隔音之明 我們現在一樣有隔音之明 但是你為什麼會學佛 你為什麼要學佛 你難道知道你過去生就學佛 你才來學佛的嗎 不是 你看 為什麼你有隔音之明 你現在知道要休閒 那你為什麼害怕你下輩子有隔音之明 你就不知道要休閒 對不對 你這輩子也是有隔音之明 但是你為什麼會知道要休閒 這是突然悟道的嗎 不是嘛 也是跟 也是跟上輩子有關係的 有那種習慣的 看到佛我歡喜 所以你只要佛法的那種力量身 那種政見 所以我常常講 你只要 你只要具足兩種語言就好 一個就是你對佛法深刻 我們叫做修持佛法 你只要有這兩種 修持佛法 因為一切是以你的心 你的業你的緣 你修持佛法 就是你有努力在修持佛法 那麼你這個心 常常常常常在修持佛法 第二個是護持佛法 你有佛法的緣 就是 你就容易遇見佛法 你有在修持佛法 你跟佛法有緣 你容易遇見佛法 你有在修持佛法 你遇見佛法 你就容易跟佛法相驗 不容易退轉 這個本來就這樣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要這樣做就好啦 你好好想你也是 為什麼有些人看見佛法歡喜 有些人看見不歡喜 有些人歡喜了就會持續 有些人歡喜了 只是歡喜不持續 就跟這個有關係 所以你只要護持佛法 修持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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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就是 你要了解佛法的道理 要相應 契入佛法 那麼你只要 你只要 一直做這件事就好了 你不用擔心隔音之理 那我們現在來講隔音之理 這個因 先來解釋這個隔音 隔音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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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就是間隔 隔音之無音 我們講無音 無音就是無音了 無音生 這是從人來講 其他的動物不一定是無音 或是其他的有情不一定是無音 隔音就是 隔音就是 因為 前一次叫做前音 後一次叫做後音 就前聲跟後聲 前音後音 就前聲跟後聲 前一個聲跟後一個聲 前一個色聲後一個色聲 好 那麼就是 這一聲不知道 就是你下一聲不知道前聲是 叫做隔音之理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也不知道前聲啊 但有些人記得 少數來 不是多數 其實少數有一些人是記得他前聲的 那如果依照比例來講 很多是嬰兒的時候知道 但是今天長大就忘記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印象 我不曉得 那 但是今天長大 今天長大就忘了 大多數 不是大多數 有少數的人 嬰兒時期是知道的 但是他不能講 還講不出話 他那個小孩子講不出來 但是今天長大後來忘記了 那有一些人是一直記得 那有一些是透過 透過修禪電引發神通 記得的 那這個是 就是我們先來講這個 這個謎 謎有所謂的謎識跟謎理 我們講一下 這個謎 這個音有 這是聲 五韻聲 這個謎有所謂的謎識跟謎理 這個謎有所謂的謎識跟謎理 那凡夫跟勝者不太一樣 那我們先來講所謂的謎識 他是說對事項的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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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般的佛學之間的解釋 都不明白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這樣不明白 錯誤 無知 常常講神從後來是從何去 謎理 謎理 對地理 無常無我的迷惑 地理就是無常無我的迷惑 就不知道了 真實 真理 地理就真理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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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無常無我 不知道 對 能莫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謎識跟謎理 那謎識的他就會怎麼樣 就是對入胎 他有三個 入胎 入胎 住胎 跟什麼 出胎 因為因就是五運 就前生後生 因就是前 前生後生 後一個生 後一個五運生 跟前一個五運生 那我們也可以講前生後生 來生 前生跟來生 前一個五運生 跟到一個後五運生 因為你前輩子是男的 尤其你前輩子是一個天人 他不知道 那你從天人再來人間 或從你人再來做人 入胎 入胎的時候就忘記了 他有些人入胎的時候知道 像有些小孩子 進到母親肚子裡面 他是知道的 他知道 有些知道 入胎的時候他要入 像釋迦牟尼果要入胎 他是知道的 他先選好 我要去哪一個人 人的那裡入胎 有些是會選的 但是有些也不能選 就是要看你的業力跟你的 好像每一個人的業不太一樣 遠不太一樣 有些人也是選父母的 有些人是沒辦法選的 業力自然感到就進來 不然誰會選豬胎馬胎 不會啊 但是有一些福報大 他是可以選的 入胎 那助胎 有些入胎知道 但助胎就不知道 就進到肚子裡面 那助胎要看 如果忍的話大概就十個月 如果大孝的話是兩年 大孝懷孕要兩年 那有些動物就比較不一定要短 就都不一定了 那如果是忍的話 有些助胎 那出胎的時候 那也不知道 那很少是你入胎 助胎出胎 你都知道的 所以叫做隔音之女 一出胎就不知道了 那有些是出胎 有些是知道 那出胎沒多久 就漸漸漸漸長大忘記了 就是小時候還知道 漸漸漸忘記了 那也有這樣的 有少數也是這樣的 那這個是所謂的 入胎 助胎 出胎 不能正知 忘思前生 所以叫做隔音之謎 那麼這個謎理的部分 這個一般是這樣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都有隔音之謎 但多數有 那麼雖不正知 這個雖然謎是有這一部分 但是謎理的這一部分不會有 這個是凡夫 凡夫 但聖者雖不正知 就是他也有可能 對無常無我忘思了 但他一定會繼續來 所以雖不正知 但得所得的無肉之 因為他正出國已經有無肉之了 他守得的無肉之不會失落 決定解脫 要不然出國 出國 惡國 三國 都有隔音之謎 不過又不太一樣 出國 惡國 有隔音之謎 他 比如說他做人 他正出國 比如說他在家了 他正得出國 他死後生到天上 他可能忘思了 但是他雖然忘思 所以他才會有七次 然後他再來做人的時候 他又忘思了 但是雖然忘思了 但是他得的無肉之不會失落 他會表現出無私的這種習慣 而且他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凡夫是由米之謎 米是米裡 有米之謎 但是聖者他本來就正覺 但是偶爾忘思 覆蓋忘思 但是他一定又會記起來 有覺之覺 但是偶爾中間有一點忘思而已 叫做隔音之謎 有一點點迷失 不正知 但是不會很久 因為他有力量 他這個是有力量 就好像種子已經發芽了 暫時被那些灰塵蓋住 他沒多久 他的力量 他一定會長出來 已經會凸出來 已經會冒出頭來 一定會的 那麼只有凡夫才會由米之謎 正出國的 二國的 三國的 阿羅漢就不能回了 他一定是有覺之覺的 所以 他這個不正知只是暫時的 暫時的 他不會持續很久 不會 就有一點像喝酒醉的 他不會就一直補起來了 不會的 他等酒起來 他就起來了 他就知道了 他不會一直醉 醉的狀態 不會 所以 不用怕隔音之謎 但是這個就不一定 入胎 住胎 出胎 其實不知道也沒關係的 有些是入胎 有些是住胎 有些是出胎 有些是從入胎 入胎迷 住胎就迷 出胎就迷 如果你入胎就迷 那你不可能住胎想起來 入胎就迷 住胎 出胎就迷 如果你入胎不迷 你可能住胎 出胎有迷 如果你入胎 住胎不迷 你可能出胎的時候迷 但是也有人是 入胎 住胎 出胎都能夠正知的 那這種比較少 多數人都是有隔音之迷 那這個迷失部分 入胎 住胎 出胎 又有三個不一樣 他忘思前生 出國 二國 三國都有隔音之迷 不過三國有一點不一樣 三國因為他不是生來人間 他生到色界天 天上其實生到天上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生到天上的人有一些 因為天上的人有所謂的宿命通 有心有 本身他就有 但是通也有分 他是通的層次不太一樣 那天人大部分生到天上 他自然而然就會知道 前生是什麼 自然而然會知道 但也許只知道前生而已 知道一生或知道兩生 就是生到天上自然而然就知道 第一個 因為他是化身的 他不是開身 不是暖身 他是化身 忽然間流遠了 那他會想這個是哪裡 這是什麼天 我在哪裡 第一個 我在哪裡 第二個 我為什麼在這裡 他就會知道 我是造了什麼月來這裡 他有可能就見到 他前生是造了什麼月 他前生是做了些什麼事 就是所謂這一生到這邊 那麼天上有些會知道 所以他 因為這個就 這個就沒有所謂入胎 住胎 出胎的問題 那個是懷孕的才有 胎生才有這種 化身沒有入胎 住胎 出胎的問題 那因為他是連天連天 如果他生到天上就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 因為他大部分會知道前生的事 天上沒有入胎 住胎 出胎 沒有啊 他化身哪有胎 但是身為人就有 身為人他就會忘失了 所以他有七次的電話 他有可能有隔音之女 但是一般的人如果生到天上 他也會知道他過去是在哪裏 做什麼做什麼 有一些人他也有 像歷史上有很多例子 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例子 他知道前生是做什麼的 在什麼時候死的怎樣怎樣 也會有人知道 但是雖然這部分他知道 但不一定 他一樣是對道理迷失的 而且他不會一直知道 不會一直知道 出國二國有隔音之明 三國也有 但是三國因為沒有來人間 他沒有什麼路胎 住胎 出胎 沒有 他一次都是升到五部環天去 那五部環天他暫時可能不知道 他一定會知道 而且尤其是剛開始生去的時候 他還對無我的道理 忽然間不會記起來 但是很快就能夠知道 而且能夠知道前生的一切 就是說三國生到五部環天的 他只是暫時 他只是暫時忘失前生而已 那出國的有可能 再來做人的時候 他一輩子都不知道 他是正出國 他在佛陀時代 或在什麼時代 他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即使不知道他 他對無我的道理 他還是 他會知道很清楚的 就好像有些人 這輩子學習佛法非常深刻 就算他升到阿拉伯世界去 他一樣對佛法的道理 對世間的道理很清楚的 只是他沒遇見佛法 他不曉得怎麼對應這樣 他的處事還是這樣子 所以不用太擔心隔音之迷 凡夫不要說隔音之迷 隔週就迷了 隔日就迷了 今天想一想明天就忘記了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這些 因為我們是此心此夜此緣 重點是 所以我們講重點是兩個 你把握兩件事就好 在你知道的這個時候 努力的修持佛法 讓佛法入你的心 這個最重要 那不斷地付持佛法 因為付持佛法 你就跟佛法有緣 那麼修持佛法 你就能夠跟佛法相應 那你跟佛法有緣 遇見佛法又跟佛法相應 所以生生世世就這樣 生生世世 哪裡有佛你就在哪裡 那麼到後來 不是哪裡有佛你就在哪裡 是你在哪裡哪裡就有佛法 那你哪裡有佛法哪裡就有佛 就有覺悟的人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剛開始是哪裡有佛 哪裡有佛法你就去哪裡 到後來你在哪裡哪裡就有佛法 那這個你擔心什麼可以吃 不用了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你只要在這一次好好把握C位 把握時間 修學佛法 護持佛法 一方面修學佛法 一方面護持佛法 護手佛法有兩種 就是偶養佛法 然後這個護持這個修行證 那麼這個都是護持佛法 護持人家修學佛法也是 你努力自己修學佛法 佛法在你的身上展現 就是最好的弘法 其實是這樣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他說 證得出口的雖然可能有隔音之旅 但絕不像凡夫一樣 凡夫是由敏之旅 無論怎麼樣也還是生死也有邊際 可說是生死無量 還有生死但已經可以知道 就好像這個飛機已經到了 但是還在滑行 還在滑行 但已經是安穩到達了 不久就可以下飛機 一定是 但是它還在滑 飛機已經下了嘛 從天下下來還在滑 可能還要滑很久 有些還滑很久 有些要滑個十幾分鐘還在滑 還在滑 那有些跑道比較短 一下子沒多久就到了 但是一定會到 已經到了 已經到機場了 沒有多久就出門了 俄國 名叫斯陀海 因為它這裡雖然在講俄國 但是前面都是在講這個 講這個出國俄國三國四國 然後講出國的隔音之旅 所以這裡才正式在講到俄國 名叫斯陀海 斯陀海是泛民 叫做一來 因為或是由於出國而進修 或是經過了人間天上的六番生死 那第七番 六番生死他一定會生俄國 如果你怎麼懶惰現在 因為出國有七次的人可以玩法 所以他最低最低到第六次 他一定會生俄國 因為他如果第六次沒有生俄國 第七次他要怎麼樣鎮阿羅漢 或是也可以 第七次直接鎮阿羅漢也可以 就出家直接鎮阿羅漢也有可能 他說或是經過了人間天上的六番生死 修道所斷著煩惱大大削弱的力量 可說是斷去了一分 那他經過這樣 因為他不管怎麼樣 因為那個煩惱不斷在萎縮 就好像一朵花 你放著 沒有多久他就像枯萎一樣 剩下的修或所能潤身的力量 只有一身天上一來人間 這個是俄國 石頭漢 所以這樣一往來 他會生到天上然後帶到人間 那麼有沒有可能在天上就剩阿羅漢 比較少 我們說過天上不容易修 也比較沒有佛法 人間有苦比較容易修 一身天上一來人間 再不能延續下去了 如果震了俄國 那麼頂多就做一次人 二道輪迴做一次人 做一次天 他就一定要震阿羅漢 到了這一個階段 由於進修而減飽了修道所斷 所以就飽貪稱吃 就是修所斷 只有一番生死的力量 所以稱為師陀汗 師陀汗就是一往來 一來 三果叫做阿納汗 離遇不互還 就不還 所以修作叫不來 不還 還就是回來 還再來 再進一步是三果 名叫阿納汗 阿納汗是犯意義為不來或不還 就是說阿納汗國死後 如果你震了三果 佛陀時代也很多地址震三果 像西達多藏者就震三果 品婆梳羅王好像也震三果 很多在家地址震三果 你看他們生活過得那麼富裕 然後好像也有煩惱 但是他震三果 他最多西達多藏者是很厲害的 持多藏者好像也震三果 佛陀時代在家就是震果的很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也不要認為說 我們在家好像煩惱比較重 沒有 煩惱重不重跟有頭髮沒頭髮沒關係 跟你穿著衣服沒關係 那跟你的心有關係 跟你的生活也不一定有關係 生活方式不一定有關係 但是生活方式有一些比較複雜 就比較容易引起煩惱 所以有時候佛陀會叫這些在家弟子 偶爾要過一過親近的生活 就受報官再見 其實是這樣 要不然你都變成習慣性 你這個煩惱就比較複雜一點 偶爾要過簡單的生活 常常讓自己過簡單的生活 那個心比較不複雜 因為複雜的生活他比較容易起煩惱 那煩惱復興你就不容易 不容易理解那個道理 那佛陀知道在家正果的非常多 非常多 那他說到阿納寒果時候 離玉戒而上身色戒或無色戒 一定就在那邊入獵牌 再不互換來生玉戒 那麼他這裡有說到生玉戒或無色戒 他說離玉戒而上身 離玉戒了 離玉戒 就是他不來玉戒 就是他不來玉戒 不來是不來玉戒 那出國二國都來啊 都來玉戒 但是三國就不來玉戒了 那不來玉戒會上身色戒或無色戒 一定就在那裡入獵牌 在不互換來生玉戒 那麼一般來講是說 他會生到虎不還天 那無色戒他不可能生到飛翔飛翔天 因為飛翔飛翔飛翔天不能解脫 無色戒比較也不容易就是了 那他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玉戒 色戒 無色戒 玉戒 色戒 無色戒 那麼玉戒是出國二國都會來 那玉戒有六天嘛 他也不生 不生到玉戒 玉戒是不會來的 所以不來是不來玉戒 三國 三國所謂的不還不來 不來是不來玉戒的意思 不來這個玉戒 那麼一般來講會生到色戒 而且只生到色戒有出產 二產 三產 四產 生到四產的五不還天 四產有十八天 但是他生到五不還天 十八天裡面的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後面五天 無凡 無樂 善見 善仙 色究竟 一般是這麼說 無凡 無樂 善見 善仙 色究竟 那大聖有一些就是說 這個佛是在色究竟之間成功 那這個是五天 有時候叫五不還天 一般說是不還或五阿納喊天 不還就是阿納喊嘛 所謂的五阿納喊天 或叫做五禁居天 所以他是淨土來的 這是生文的淨土 五禁居天 五阿納喊天 五不還天 一般是三果也不生這裡 那麼也不生這些 主要是生在這裡 那有沒有可能是到其他的地方去呢 那麼這個就可能說法不太一樣 那導師這裡說 導師這裡說的是有生到色無色戒的 但是一般的說法是 就生到色戒的五不還天 所以他講 你欲戒而上身色戒或無色戒 不過我們說是生到五不還天 色戒的五不還天 那麼就在那裡入獵盤 那導師這裡說生色戒或無色戒 可能也有他的出處 不過我們說一般的說法是 就生到色戒的五不還天 那一定不會生到分曉的五不還天 一定不會 那麼再不復凡來生玉戒 這是由以惡果而進修 我們說在這身中正不還果 正了二果 然後又正了三果 或是反來人間 只剩這一往天上的生死 那麼二果來這裡正三果 那三果還沒正阿羅漢 就升到天上 就色戒天 五不還天裡面 正阿羅漢 其實這樣 從斷煩惱來說 玉戒的修道所斷過 到此已經斷進了 所以不再能稱為玉戒的生死 那玉戒的修手斷是什麼 玉灘跟撐 主要是這兩個 所以三果 三果 那麼斷了玉灘跟撐 那也因為斷玉灘 所以即使他是在家人 他也沒有家庭 也沒有那種玉慾 他不會有 因為他已經把玉灘斷掉了 玉慾是玉灘眾生 就是玉戒眾生比較會有的 那他把玉灘斷掉了 也因為這樣 所以說正的三果 基本上都會出家 如果他不出家 也會過著犯恨的生活 像 不知道是植多長子 還是有一個叫什麼長子 他就是 他雖然受無戒 他沒有出家 但是他受的時候犯恨無戒 他不是不邪也是不允育 那麼正三果的基本上就不會有 因為他沒有那種需求 也沒有那一種意願 沒有了 他已經把那種玉灘斷掉了 所以大部分 一般說大部分正三果的 不是出家就是過出家的生活 在家過出家的生活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 維摩節長者 事有妻子常修犯恨 就是這個道理 他把玉灘斷掉了 他不耗樂 所以他這裡講到 寶藏輯的修道所斷或到此斷進了 所以不再能成為寶藏的身時 沒有寶藏的煩惱 就不會有寶藏的身時 但佛在經中總是說 五下分節 敬得阿那 所以我們講 五下分節跟五上分節講的不一樣 五下分節是包含三節的 五上分節不包含三節 五下分解 生戒戒俊其宜 包含出國的三節 加加上御灘跟撐 但是五上分解不包含三節 色灘 無色灘 吊舉 漫無名 就不包含三節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 那么这五个都是能敢御戒生死 只要有御灘 只要有撐 你就有御戒生死 前面的不用讲 前面的生戒一定是有 这个是通常解的 这个只要有生戒 我戒 你就一定生死人文 那没完没了 但是你生戒断了 你有生死人文 但只有两套人文 而且一定有个尽头 就不一样 所以叫做 他说这五类 叫做五下分解 都是能敢御戒生死的 所以叫做下 一般 所以他说上戒跟下戒 一般叫三戒 那是色无色戒 统称上戒 因为我们在御戒 所以就以我们为主 那我们上面还有两戒 所以叫做上戒 那上戒就是色无色戒 那我们在下戒 所以叫做下戒 下戒就是御戒 但生戒这些年以在 戒道得出国的时候 已经断掉了 所以这个五下分解 其实是包含三戒的 那么现在就进一步断戒了 御戒跟称 也就断尽了一切 御戒修复 那称慧是专属于御戒的烦恼 所以称恨心 那贪是通三戒的 有御戒 色贪 无色贪 那御戒指御戒的贪欲 那御戒的贪欲是什么 御戒的贪欲不是淫欲 淫欲是御戒的贪欲 但不是淫欲是指什么 虎欲 色身相畏处 是五欲 那五欲里面 就跟孔子讲的一样 隐食难履 人之大欲存恋 这隐食跟难履是四欲杂成 五欲里面比较出动的是隐食难履 所以八观再见不非死死 还有什么 不淫欲 你看 他就是出家就是这样的 你看 他是这样子 欲戒主要是欲贪 欲贪就是贪这个欲 那这个是五欲 五欲 所以我们上次也有首歌 色身相畏处 这五欲 那五欲里面主要的 比较出众的 我们讲隐食跟男女 男女就是淫欲了 那么隐食是色相畏处 那么男女是色身相畜 其实是这样 比较粗壮 那你八观再见不非死死 不淫欲 这两条是 然后其他的 不歌舞昌迹 不顾望观天 那么不作恶高广大床 其实就是这一些嘛 所以他才能够 他才是出事 才能解脱的阵 因为其实就这样嘛 比如说这个 这个 不灼香花慢 相有屠生 不灼香花慢 相有屠生 不灼香花慢 相有屠生 你看 不灼香花慢 相花 相有屠生 就是相 就是色 不歌舞昌迹 不顾望观天 歌舞 歌舞是圣 那顾望观天 色 然后处 唱歌跳舞 那么不中卧高广大床 不中卧高广大床 这个是粗 那不非死死 非死死就这里了 然后不淫欲 那基本上 这是刀刚才的特点 那所以他是 他其实就是在 对玉滩这一部分 做淡薄的处理 淡薄 那其实就是薄滩生吃 就修获保贪生吃 他这里讲到 贪是通三界的 但玉滩指玉界的贪与而收 玉滩断界的而震得三果的 虽然生在人间 但对玉界的五欲 男女的信誉 也不在懒著 甚至对食物的食欲 也没有那么懒著 我们只要就是食欲跟信誉 但是不只是这两个 但是有些人 有些人对男女 对食物也不懒著 但是倒对其他的很懒著 对声音或是对美学这种 这个是色法 颜色这些 也很懒著 有些人就很着迷这种声音 不一定 但是大部分 我们从大部分的人来讲 大部分是男女的信誉 跟饮食的食欲 这个是比较重的 不过震得三果的 他不会起贪爱这种东西 他不懒著这种东西 所以如震得三果 就是在家地址 也会决难你之欲 所以就是 如果震三果的 他就算 他就算没有出家 他也会过犯恨的生活 累出家的生活 他不一定出家 但是他也会过像出家里面的生活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三果 好 大家何咋不像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一切 我能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借动生佛道